因為他是特種部隊出來的 他會手臉一些徵收的作為 他會偽裝嘛 他會徵收嘛 他會反徵收 兩個一看那個照片 兩個頸部的刀跟胸部的刀 都是一樣的致命傷 接下來他要去殺他妹妹 三個人再搶一把槍 藍波刀就放在床底下 立刻去抽刀 他就是要跟你拚了 這個是我在PCC小組 十年來第一次感到害怕的案子 吳馨華強盜集團他們這幾個 隨身都帶刀嘛 就隨機看到了就滅口 幾乎一刀就倒下去了 一刀一個 他殺一個人嘛 他已經練到 眼到 心到 手到 殺一個人只要三秒鐘 他在五步之內呢 你拿槍他拿刀 他還可以贏問 歡迎收看台灣解釋錄 我是分享 在台灣的治安史上 有不少的殺人犯 他們都曾經受過 國家特種部隊的訓練 當他們在面對 警方追捕的時候 他們所具備的 反徵收的能力 以及攻擊的手段 可以說是 比一般的罪犯 都危險太多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 2001年 在台北市 嚴吉街發生的 這起兇殺的命案 死者是一名 防重業者 他因為當時 有募集證人 也就是命案 現場的屋主 所以警方很快 就掌握到了 嫌犯的身份 他叫做 蘇秋華 就是命案現場 這一間房屋的前屋主 但奇怪的是 他不是要 防重約的買家來點交嗎 為什麼 去把仲介給殺了呢 而且他在殺人之後 恐怕還留在現場 因為沒有人看到他離開的 所以警方獲報之後 立刻出動了霹靂小組 要準備攻堅了 甚至就在對面的公寓 部署了狙擊手 為什麼這麼大的陣仗呢 因為這一名凶嫌 他手上不但有刀有槍 再加上他又是海軍陸戰隊 蛙人部隊士官長退役 他受過專業的訓練 一旦和警方正面遭遇 萬一他顽強抵抗 這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2001年9月30號下午 台北市街頭下了一場大雨 大雨中警方接到了報案電話 接到警方警方通知說 松山區發生命案 嚴吉街有個槍擊案 總會一開始接到是槍擊案 我們在路上的時候就下了大雨 真的是那一天下了一場很大的雨 案發地點就位在台北市嚴吉街 一旁還有菜市場 人來人往的鬧區滑下 出人命了 那個被害人黃姓的那個仲介 是死在他的七樓的那個房子裡面 那個時候好像裡面 好像已經在裝潢 現場就是整個牆壁都是噴灑血跡嘛 然後大體在施工的那個地板上 死者是34歲的黃姓房仲 他跟客戶約好了 要協調房屋交屋事宜 現在卻倒臥血過中 當時的致命傷喉嚨的部分 就是氣管 頸動脈 整個都是被切斷 胸口還有兩個很深的 達到肺部的一個刀傷 房仲身上十多處的刀傷 其中脖子那一道深達六公分 以及胸口兩道深達十多公分的刀痕 看得出來 兇手帶著極大的恨你而來 現任的屋主 是說前任的屋主就約房仲 還有他在七樓的施工現場做協商 他們也不曉得說犯險 他已經早有準備 講完幾句話之後 拿出預常的槍枝 就超過這個房仲門開槍 大概看了一下就是 身上的傷沒有明顯的槍擊的痕跡 沒有刀子 沒有胸氣 可能現場有子彈 有開槍 有子彈 死者卻沒有槍傷 有刀傷卻沒有胸刀 而目擊者口中的槍枝也不見蹤影 這命案現場太怪了 我們就合理懷疑說 這個嫌犯他身上的槍子 是不是故障 或者是卡彈的原因 所以沒有擊發 才會使用刀子殺人 現場倖存的兩名目擊者 是房子的現任女屋主 跟他的女性友人 屋主說兩年前 他透過死者黃姓房仲 跟前任屋主初秋華 購買了這棟滑下七樓跟頂樓加蓋 那是購買之後 前屋主初秋華卻突然改口 頂家不賣了 也不搬走 雙方協調了許久還鬧上法院 今天初秋華約他們說 要處理房屋點交 沒想到卻設下了殺人圈套 他們看到嚇到就跑 把腿就跑 因為據現場目擊證 他沒有看到這個嫌犯下樓 因為中三分局有去做插房 就是有沒有看到人出來什麼 那大家都說沒有看到 那時候研判就是說 人還在躲在那個大樓裡面 大概有三四十朋友 松三分局加我們特勤隊 大概有二三十人跑掉 他說他有槍 因為主要是有槍 目擊者就是說他有開槍 所以我們都會做好心理的準備 然後做強攻的動作 原來是為巴德魯 然後他在靠近市民大道的旁邊 他滿熱鬧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也是怕他逃竄 先請小區分局幫我們樓下全部管制現場 回起來避免他逃竄 人來人往的嚴急街上 瞬間染上了肅殺的氣氛 警力地面集結 目標建築物正對面的頂樓 也部署了狙擊手 當時候負責攻堅的PT小組成員 李玉潔 跟著隊員赫強實彈 從一樓慢慢往定樓挺進 李玉潔說 當時候他跟同仁以一字形 他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也是怕他會不會躲在樓梯間 或者其他地方埋伏我們 逃竄搜索的用意就是確保 裡面有人跟我們回應 如果只要有住戶跟我們回應 我們就請他把門窗鎖好 不要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確認說他不會在裡面 李玉潔說 當時候他跟同仁以一字形 四人一組 領頭都是盾牌手 緊接著兩名攻擊手 以及最後一名霹靂負責斷後 在狹窄的樓梯間 他們慢慢向上 假設初秋華就躲在某一扇門後 一旦遭遇就可以立刻反應 就是如果盾牌手遭遇到攻擊的時候 由我們二三名先負責火力壓制 他如果持槍還擊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選擇火力還擊 但是如果他只是單純的搏鬥的話 我們也會選擇用非刺命的方式 由二三名衝出去會比較好 請各位出警的時候特別注意 真的安全 對方只有刀 槍 警方會如此謹慎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除了兇嫌可能持刀持槍外 最重要的是他的背景不容想去 那初秋華也是陸軍四孝 第十一期畢業的 這個初秋華是一個退伍的軍人 他的軍種還算蠻特別的 是例如海軍陸戰隊蛙人部隊的 司官長推一下 然後個性可能是屬於 比較偏激型的 沒有什麼朋友的 孤僻的一個人 應該是還包有他以前 在部隊受訓時的一些體力 還有一些戰鬥力 可能都還維持在一個強度上 確認了每一層樓的安全無疑 PD小組終於來到了頂樓 隔著一扇門 初秋華應該就在裡面了 卻沒想到一扇門後 除了初秋華之外 還有個更能成的對手 加入台灣啟示物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難道兇嫌不只是一個人嗎 警方說的還有一個難成的對手 其實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條狗 一條初秋華他所養的大鵬犬 這隻大鵬犬站起來 足足有一個成人那麼高 而且他體型壯碩 非常的兇悍 對他的主人忠心耿耿 警方擔心如果強行破門攻堅 那麼這隻大鵬犬互吐心切 他肯定也會跟警方拼命 而如果初秋華真的把狗給放出來 然後他人躲在後頭 朝著警方開槍 那該怎麼辦呢 而詭異的是 在那扇門的背後 除了狗的狂叫聲之外 竟然還傳來了送金的聲音 而且像是被刻意地放得很大聲 是初秋華嗎 難道這是他故意設下的陷阱 就等著警方破門攻堅嗎 我們剛好從樓梯這邊上來 上來在這邊 然後這個空間很小 那這邊就是他的那個 可以看到對面 所以我們同時在對面的房子 對面這邊還有人 主擊手在這邊 頂樓 對對對 那就在這邊 那他放佛經好像是在這一間 佛經是放在這一間 然後窗戶開開放很大聲 大批警力集結在延集間的命案現場 專員小組跟霹靂小組 來到了初秋華頂家的房門外頭 這個時候 屋內傳來了佛經聲 他放得很大聲的佛經 窗戶是開著 那那天又下雨 然後所以他放得很大聲 是大家都聽得到 裡面有佛經 那只是那扇門 我們在考慮要不要開 佛經是為了消除殺人後的不安 才放的嗎 還是初秋華另有用意呢 但是除了佛經聲外 屋內還傳來了 狗就廢叫聲 屋子裡面有一條大鵬犬 那這個鵬犬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們打算開門 牠狗就開始往外要衝 牠就會笑 會鋪在門上面 牠放大 我印象中大概 狗頭就這麼大吧 專員小組清查了初秋華的背景 發現初秋華在退伍後 從設水族館以及飼養鵬犬的工作 全身時期 牠一口氣養了五六條鵬犬 因為我本身有養狗 我之前是養高加索 所以我知道 鵬犬是很兇悍的狗 軍犬類裡面 牠是被算在淘汰犬裡面 因為牠咬到去不會發 站起來真的差不多一個人高 這隻大鵬犬 讓警方傷碰了腦筋 因為牠是整場攻堅行動裡面 最大的變數 就是你聽那個雛形形態的話 一般人如果不熟的 牠會有攻擊 攻擊的話一定會一直到這個物體 不會動為止 因為那隻狗會打亂我們的部署 和我們的反應狀況 我們就會想 牠是不是利用狗來拖延我們 然後如果說我們那時候 招攻擊怎麼辦 牠又有槍 那放狗出來牠又在後面開槍 那你怎麼辦 出來做攻擊 我們的反應會慢 一時間可能反應上會輸牠 就怕楚秋華把狗當作擋箭牌 這樣攻堅 風險太大了 這條狗怎麼解決 怎麼處理 就是請動保處 我們會抓人 我們不會抓狗 那又是這麼大的拗犬 很多單位聽到是拗犬 牠們說牠們也沒有辦法 就在門口就僵持了一個小組 霹靂也有帶警刀 那我說沒關係 如果真的遇到了 那就是警刀給我 因為我對大型犬比較有經驗 那你們就拿盾牌打 進去就是用兩面盾牌先把狗撈 頂住牠 因為牠只好衝過來牠咬得到 如果假官同意就是 當然比較殘忍 就是把牠戳掉 沒有辦法為了要攻擊 為了保護員警的安全 這是罪到的狀況 但不能再拖了 霹靂小組破壞了門鎖 靜島的屋裡 一進來之後這邊 牠就是這邊只有一個長廊 就很短的一個 一進來沒有看到狗 狗咧 然後斬過去看到狗 我們持盾牌的狗人 大喊是有狗 所以我跟盾牌把牠壓 一直把牠壓 速度很快就把牠推到旁邊去 盾牌一個在底下 然後頂推過去 因為牠空間大概盾牌 差不多盾牌寬一點 一個人要頂 然後另外一邊上面就頂過去 怕牠跳過來 兩面盾牌狗頭剛好 從兩面盾牌中間過來 那我們顏曉隊長拿著書袋 把牠的嘴巴套上去 狗也還好沒有很兇 就是用那個套環把它 先把嘴巴綁起來 綁起來之後 後來我們就把牠拴在車裡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 控制了熬犬 那初秋華人呢 我們就開始 每一間房間 住一個空間 都進去搜索 包括天花板 它是青鋼架 我們也都上去看過 搜索的現場 沒有看到人 人不見了 人不見了 難道被牠給跑了嗎 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棟大樓 它是由兩邊的出入口的 那麼初秋華在警方 趕到現場之前 他早就已經從 另外一邊的出口跑掉了 而且他還故意 把佛經開得很大聲 他要讓警方聽不到 屋子裡頭的狀況 以為人還躲在裡面 等到發現的時候 人早就跑掉了 而這樣一個手上 有刀又有槍的殺人犯 警方得趕快地 把他給抓回來 但是他可能往哪裡跑 又往哪裡躲呢 沒有想到 就在這個時候 初秋華他竟然 他主動打了一通電話 給一個警察 這個警察是他的朋友 當年在大同分局刑事組 擔任小隊長的孟慶喜 初秋華跟他說 他剛剛殺死了一個 防重業者 那麼鳳慶喜聽到了 嚇了一跳 趕快地勸他出面投案 但是電話講沒多久 就掛了 孟慶喜他趕快地 回報這條線索 大家專案小組 特別注意 曾經和初秋華 有過糾紛有過過節人 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電話裡頭的初秋華 聽起來狀況不是很好 感覺他即將要展開 一連串的報復警衝 包括了是他自己的親妹妹 發生防重命案的嚴吉階現場 大批警力包圍攻堅 這才發現 行凶的前務主初秋華 早就不在現場 大家會有個問號 人到哪裡去了 後來大家回想了一下 還是有個時間差 因為他那中大樓是有 兩邊的出入口 有可能就是 這個時間差去戳開的 初秋華逃了 這可讓警方頭大了 畢竟怎麼能讓 有道有強的殺人犯 在台北街頭到處遊蕩呢 得趕快找人 第一個他對外的通訊 完全是中斷 那我們就開始一直清查 他的所有交友關係 那發現他是個很孤僻的人 他也沒什麼朋友 他好像也沒什麼朋友 連周遭鄰居 對他都感覺不好 他就是軍人的個性嘛 講話的語氣上 口吻上可能 人家聽了也不高興 然後他自己 看了人家的做法 他也不高興 所以專門會有一些 口小上的衝突 或是說 自己上的拉扯 因為他養狗嘛 養狗又臭 又髒又吵 防替安寧 他被檢舉 警察都一天當中 去來找他 他心裡 然後也是 也不高興 那他怎麼會跟 左右鄰居在打招呼 退休刑警 孟慶喜是初秋華的朋友 就在命案發生後 初秋華曾經 打了通電話給他 我那天好像是休假吧 在開車 應該是下午的 我突然就接到他電話 他說叫我小孟嘛 小孟 我已經把那個 仲介好幹掉了 我就一直嚇一跳 我說 吳老舟你那麼 那麼魯莽啊 你現在在哪裡 趕快來 投案後 你今天到什麼家 等我後 我們家電話給你 到時候打電話 我等一下會回家 你看就崩 就 電話就打了一通 那個時候他們也有監聽我電話 都沒有跟我聯絡 我也不知道他 會躲在那邊啊 我只知道他一定會去找他妹妹嘛 電話斷了 追初秋華唯一跟孟慶喜的聯繫 孟慶喜知道 這狀況真的很不妙 他說初秋華有極大的可能 會去找他的妹妹 但不是為了投靠 也不是為了藏匿 其實他跟他的家人的關係 不是很好 也很少有交集到 因為他跟他妹妹 好像為了財產的問題 讓他有點糾紛 好像他想要對他妹妹不利 我覺得他妹妹家那邊 你要注意 他會隨時可以去那邊 你們那邊要把他顧好 不然那個真的又多一個 就不好 兄妹本是同根生 再怎麼不滿 自己的手足 他真的狠得下心嗎 他妹妹有接到 初秋華打的電話 就是說要他們多好 這通電話 讓專業小組繃緊的神經 找不到初秋華 但是他卻預告了 即將再報復其他人 類似筆記簿之類的東西 有寫到說 對什麼人不滿 對什麼人不滿 那時候我們真的壓力很大 他的反社會人格 有時候他會記仇 記在心裡 所以說基本上 怕周邊這些跟他買房子 還有跟黃一起去的房仲 跟女的房仲 然後跟買房子的小姐 還有他的妹妹妹夫 甚至還有代書 然後還有他跟他發生過 糾紛的一些鄰居 可能都要列為保護的對象 因為他會不會做 我們不敢保證 但是我們要預防 等於說24小時 派人在他家 住家那邊買手 因為擔心他會出現 第一個他有槍 他總共有幾把槍不知道 刀子是一定有 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會傷害人的物品 我們真的是不曉得 身分背景比較特殊 因為他是各種部隊出來的 他會手臉一些徵收的作為 比如說他應該知道 警方人員會做什麼動作 他會偽裝 他會徵收 他會款徵收 說周遭的人 就是人家在監視他們 畢竟他長期的軍旅 有教育他的 這當台北警方想盡各種方法 要找出出秋秋華的同時 桃園警方燒來的訊息 又出人命了 在桃園發生的命案 為什麼會跟初秋華有關係呢 因為死者 他就是初秋華的 士官學校的同學 而遇害的時間 就在防仲命案發生之後的 四個小時 難道初秋華 他在台北殺完一個人之後 他立刻又跑到了桃園 去殺了第二個人嗎 警方的這個懷疑 很快就得到了證實 因為這兩名死者 他們的致命傷 都是在頸部還有胸口的刀傷 手法乾淨俐落 而據說這是 他們在近身格鬥時 都會使用的必殺器 而初秋華 他就是 蛙人部隊退役的士官長 他的下一個殺人目標 難道會是自己的親妹妹嗎 我們專案小子 就接到桃園的電話 他們那邊有一件命案 關於說 跟演技師出校的殺人 這個安全有關 原來桃園的這個死者 他跟初秋華 他是私校同學 兩個三十年以上的交情 等於說 這是在事官受訊 就已經在一起 所以是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的同學 刑事組人員和見識人員 在屋內屋外 進進出出調查各項 可疑的急症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 死者是五十歲的男子 據桃園那邊講是說 門鎖都沒有外力破壞 侵入的那個無可能 於是請來鎖 將開門 進門後卻發現 丈夫已經死亡 地上以及衣服上 一片血跡斑斑 由於死者並無子女 鄰居最近 也沒有察覺可疑的狀況 家也有養狗 從群中退下來都喜歡養狗 那隻狗也沒叫 鄰居都沒有 異常的叫聲都沒有 不會熟到連他家的狗 都不會去做攻擊的 一定是關係很好的 因為桃園那邊清查出來 死者的朋友 就是初秋華 同一個人名交集了 那台北這個我們現在可以 被肯定是初秋華殺的 桃園這一個目前不敢很肯定 可是初秋華的名字也出現 他在死者有人的名單裡面 當然這個資料過來 我們就請示整人 發現被殺害的時間 離連擊街 不然我們按完的時間 間隔大概四個小時 良情命案時間相近 又在初秋華身上有了交集 最重要的是 台北桃園兩地警方 比對的防重跟靈性死者 身上的傷痕 又有了驚人的發現 讓桃園那個學長來 我們兩個一看那個照片 兩個就是撒 頸部的刀跟胸口的刀 都是一樣的致命傷 都是在那個位置 兩個人身上 不僅都有十多處的刀傷 而且歹徒嚇刀 都是快狠準 道道要命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就去請教了一些 特殊軍種退役下來的 他們 請他們來看 他們看 他們講了一個 必殺手技 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快 什麼叫必殺手技 他說這是在 他們海軍陸戰 挖了你的時候 在近身格鬥的時候 會使用的一個 慣用的伎倆 他們隨身都會 攜帶一把刺刀 這把刺刀適合 近身格鬥的 比如說第一刀 你就人 你就會失去意識 然後第二刀就是在 往你的心臟 非常地重要 不會再去拘殺的這個動作 他們叫必殺手技 後來我去研究 對 你看蛙人在做的時候 他們那個刀子抽出來 是這樣子抽 因為我們一般的刀子 一定是這樣拿 他們是這樣子抽 他們是這樣子抽 而且是雙刃 聽到這裡 專小組想到 當時在初秋華家中 曾經找到一個刀盒 裡頭的刀就不見了 而這一把刀 是美國陸戰隊的 百年紀念刀 因為家裡的菜刀 水果刀什麼都還在 為什麼 為主這把刀不見 而且跟它的身分 又滿接近的 台灣好像限量 好像只有十把而已 那它這種刀是雙刃刀 海軍陸戰隊 蛙人在用的一種特殊刀 它它保證書上面 有刀的寬度 長度 所以以這個給法醫去做參考 然後去做比對說 可能性很大 很有可能是 這把刀造成死者的喪失 兩邊的激震 都有採集到初秋華的一些 這個指紋 血液 台北桃園 短短四個小時 初秋華就涉嫌了兩起命案 儘管還理不清楚 他為什麼連世校同學都要殺害 但缺點的是 若不趕快找到他 難保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警方的時間壓力更大了 初秋華他真的殺紅了眼嗎 他一路從台北殺到了桃園 還記得他的警察朋友 孟慶喜提到的嗎 初秋華自己的親妹妹 恐怕也有危險 孟慶喜他的擔憂是真的 因為初秋華他不但打電話 給媒體放話 他承認人沒錯就是他殺的 而且他還打給自己的妹妹 揚言也要殺他 那為什麼哥哥要殺妹妹呢 警方除了立刻派人保護妹妹之外 也要盡快地找到初秋華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還有誰 也可能成為他的下一個目標 但難就難在初秋華 這一個人難抓難找 因為他受過特種部隊專業的軍事訓練 他不但完全清楚警方的偵察作為 他還善於偽裝躲藏 甚至他還會反徵收 所以警方要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去掌控他的行蹤並不容易 但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是 這一張初秋華和他的 熬犬的合照透露了他可能的 藏身之處 初秋華的弟弟在今年初墜樓而死 從此他就變了一個人 性格非常殘暴 並且透過第三者表示 要殺光對他不利的人 他也有給媒體講說 掌控這部分這個案子是他做的 他有像媒體的人 他回去殺他妹妹 初秋華犯案後 不若其他兇嫌形勢低調 他主動跟媒體爆料 談成案子是他做的 還揚言繼續殺人 要執行手中的復仇名單 為了避免還有人受害 得趕快找出初秋華 但問題是要上哪找 因為他有誼戰求生的信念過 就只好找我們周遭 看裡面黃空洞那個草苗 文山 南港 新店 中火這邊 有三個地方 我們就變成小隊就這樣 跟桃園這樣 配合這樣去找 該上哪找人呢 初秋華沒有朋友 案發後他又斷了音訊 警方連要找一張他的照片都很難 因为他根本不跟人合照 围的照片是这一张 今天那个好像那时候 有一张照片 是跟他好犬的合照 照片里的初秋华 伴着爱犬露出浅浅的微笑 看不出来 他竟然会是 连夺两命的凶狠恶徒 但这张照片 却也给了专业小组灵感 他这么爱狗 或许可以从这里着手 发现因为狗还在 那那么大的狗 你要去哪里看 那因为我养过大型犬 大型犬不是每个医生都敢看 我平良心讲 兽医怕会被大型犬一样 那种比较中的狗 它是执政主人 那所以基本上你主人带去 可能要固定熟的医生 或是熟的训兽师 他可能才会有办法带这种狗 专业小组的研判没错 初秋华的确有个熟识的兽医师 尽管他欠了对方不少饲料钱 也曾经跟对方起过争执 但毕竟是个线头 那我们开始就对这个兽医师开始 监控他的作息 我们就是有时候骑脚踏车 有时候开机车在周边 就驻一台机车在旁边 就埋伏在那边守候 那有时候他比如说 兽医出来买东西 我们就会跟着他 因为毕竟如果他有窝藏人犯的部分 不是在兽医医院里面 就可能是另外的地方 跟踪兽医师 专业小组来到了 永和林森路上的一栋大楼 一查之下 大楼的三楼 有兽医跟家人的制产 兽医每天都会带着便当到这里来 而且行为举止很怪 他大概都只有中餐跟晚餐 会去买便当送到里面去 而且只买一个便当 他其实他店里面 他已经在那边吃过饭 再把便当再带出来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才开始跟他 那时候我们就埋伏了 大概一个多礼拜 他好像是先到五楼 然后再走楼梯下来到三楼 然后进去送便当 就是非常怪 怎么会不怪 你怎么会坐电梯上去 然后再走楼梯下来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如果正常人 是绝对不会这样做 那所以你要闪躲 什么事情才会这样做 该怎么验证专业小组 心中的怀疑呢 对面刚好是一个 新的建筑工地 还没有人住 当时我跟严小队长 跟保全跟工地的人协调 借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就在对面 针对他的那一间套房 开始24小时监控他 我记得落地窗 全部都是有上窗帘 床帘有拉上 所以你只能大概知道说 房子里面的确有人 可是你无法确定 到底里面是谁 那有时候会看到 兽医进去送完便当之后 他会走到窗户 把窗户打开 上下望一望 再把窗户关起 他其实蛮小心的 其实也蛮小心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专小组成员严正永跟陈上石 紧盯目标三楼 就怕路看了一眼 我们就是架摄影机在那边 24小时就是拍 看初秋娃会不会探头出来 看一下 跟上石两个我们在那边 吃饭就是还有同事是在兽医门口 那兽医出去买什么 他就是跟着他买什么 兽医初秋娃吃什么 我们大概也吃什么 果然黄天不负苦心人 一个一闪而逝的影像 让他们确定了 不过算蛮幸运的 后来因为初秋娃 走过窗户的时候 他的身体去触碰到窗帘 所以窗帘有一度 开了一下 发现从窗户看进去 他有在那边烧香拜来 真的是运气很好 守了那么久终于拍到 我们那天从早清晨六点 就在那边守 守了十八个小时 就等兽医来开门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要 把他先带到旁边 然后拿他的钥匙来开门 攻坚 大批警力埋伏在大楼里里外外 带队攻坚的PE小组 则是埋伏逃生门楼梯间 当时负责攻坚的攻击手李玉杰 尽管曾经经历过高天明示牌枪战 以及震惊社会的游览车挟持案 但这次的任务危险程度 非同小可 因为他涉嫌了两条人的命案 所以要求我们不能格杀勿论 一定要抓火口 所以我们每个人几乎只带了一把手枪 一只警棍 然后一件轻便的防弹 这是我有史以来攻坚最危险的一次 因为我无法持枪 人带着警棍去攻击 要去抓一个持枪的呆头 你们P小说很厉害 可是我不防弹 我是厉害 你厉害是因为我们人多装备好 我们才厉害 没有这些东西 我跟你没什么差别 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初秋华藏里的屋子是个坪数不大的小套房 一旦陷入枪战 可能让所有人都身陷险境 但面对一个可能开枪的亡命之徒 最坏的状况一定得向在前头 有得到讯息 初秋华他说他不会投降 如果警察抓他 他要嘛就是反抗到底 要嘛就是自杀 我们就不能一字形进入 我们会变成分散式 四个人可以 一进那个门就会四个人 不会集中在一起 让他无法集中一个目标做东西 所以第四名变成非常非常地重要 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开枪完成 最坏的就是我们会用第一名 会来做一个火力的吸引 因为他平时就有一把墙 他能够守反应 他绝对不可能同时对两个目标 他只能针对一个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兽医师终于出现了 在他进屋前 专案小组滥下了他 兽医师身上拿到药匙 我们问得很清楚说 大概空间有多大 然后没有隔间就一个房间 门怎么开 是向左转几圈 向右转几圈 问清楚这一些细节之后 因为我们想在最安全的方式之下 进去这个房子 希望在不禁扰初秋华的状况下 悄无声息地进入屋内 专小组拿着钥匙 打开了访门 我们打开那一刹那 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傻眼 他进来的 都完全和我们刚刚预判的都忘记 这个不对 都是空的 又是空的 难道又让初秋华给跑了吗 不 他人就在这个房间里 而且他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着警方上门 初秋华他不动声色地躲起来 躲在哪呢 他就躲在床铺底下 而且他的枪口 就朝着门口朝着警方 等到警方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阻止初秋华了 他连续地扣了四下的板击 他开枪了 他就打到人了 就在这牵扯一发之际 有个霹雳小组的干员 他一把就抢下了初秋华的手枪 但没有想到初秋华 他没有乖乖地束手就行 他竟然又从床底下 他抽出了一把刀 朝着警方发了风势的 猛力挥砍 参与这场空间行动的 李育哲说 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但是没有想到 他的战斗力相当地惊人 完全超过了警方的想象 这是他在霹雳小组十年来 第一次会让他感到害怕的案子 这边有一个房间 主卧室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厕所 这边是厕所 这边是厨房 霹雳小组贺枪实弹进到了 初秋华的藏匿处所 放眼望去 十平台的房间里空荡荡的 难道又被他跑了吗 后来我们决定往阳台方向走 因为阳台最近的空间小 但是当我们走进阳台的时候 有两张美容床 所以我们也是躲不过去 因为他那个美容床是横摆的 我们进去看也没有人 霹雳小组成员已进到阳台空间 几平台的阳台已经被两张美容床给占满了 剩一个小小的空间 人要横着才能过得了 变成我们第一名同仁 必须要跨过那个美容床 没想到就在两张美容床间的地板上 他们看到 他就躲在那个床铺下面 他是直接双手持枪 已经对了要走过来的人 第一名同仁进去就发现说 有枪 但是他看到这种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攻击他 因为我过不去 两张美容床挡住了 PD小组的行进路线 初雪华早已经做好准备 他非常紧张 所以他的枪抓得非常的老 但是他因为可能是因为太多天没睡觉 影响到他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救了我们第一个同仁的意义 初雪华等他回过神来 他只选定了一个目标做完枪 他就对着 对他这个副队长 一直扣完枪 我们第一个同仁已经去抓枪了 可是第一时间抢不下来 所以他又继续扣 他至少扣了40 但是没有准备 就是我们都要 三个人再抢一把枪 他死都不放 那个枪他握得很紧张 好不容易拼小组抢下了 初雪华手中的枪支 但下一秒 他跟你还立刻转身 再趴下去床上 他杀两个人再把刀 南波刀就放在床底下 立刻去抽刀 要跟我们再继续扣 他并没有循使面倒 他就是要跟你拼 在这么近距离之下 刀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杀 千军依法之际 初雪华被制服了 逃了将近一个月 他终于落网了 单多往后的初秋华 仍试图做困兽之斗 一定是先控制手 然后用脚踢 所以我们就四个人 压着他 树线带把他绑起来 他就狂吼乱叫 然后我们通人说 要去擒拿他的时候 他就过去咬他 所以只好不用 把他传起来 让他无法再用嘴巴攻击 不要扫了 你含着就好 你含着 你含着 你含着就好了 因为他的个性 比较刚烈一点 因为我们如果破门而入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些 制裁的动作 小心 外面 这间的地方 这边 这个是我在PT小组 十年来最 第一次又感到害怕的案子 有受过训练的人 就是不一样 他不会选择舒适的空间 他在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空间 原来初秋华 在这一段藏匿过程当中 他并没有呆在房子里面 他一直呆在阳台 他其实他都已经 布置好了 所以他如果在 比较舒适的空间里 他很快就会被人治 而且他没有隐蔽的空间 他没有完美 所以他就是用这种地形机 限制了 你能够进去的空间 一个一个他就好处理 这是标准部队 特战队收购薰的方式 如同专案小组所说 初秋华不会乖乖就范 他一定抵抗到底 他认为他不应该 这么快就可以走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 还没做完 接下来他要去杀他妹妹 所以他认为他应该 要把这些事情做完 对初秋华来说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若是复仇不成 就要自我了断 他早已经写好了两封遗书 上头提到 没有让他顺利找到的 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 等着你们的果报到来 每一个人都有勇气 把作恶的人说话不守信仰的骗子 跟欺负人的人全都杀光 字字句句都是愿意不买 在分局的时候我有问过他 如果你杀了这个两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他人 然后他说没有 他那种说这些人就是 做不对的事情 这是感谢受除吧 他完全不后悔 这就是我讲他的反社会人格 你欺负我 我就要给你逃回来 好 进进去 将一 将一 好 将一 胡秋华完全不后悔 因为他觉得他杀死的人 都是对不起他的人 如果不是被警方抓到 恐怕自己的亲妹妹 也难逃他的毒手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会养成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呢 根据警方的调查 胡秋华当年从部队退役之后 他为了照顾他生命的弟弟 经济压力不小 他开了一家水族馆 他养鱼 他也养狗 而他养的狗呢 都是像熬犬这样子的大型犬 不过因为他的脑筋死板 不懂得变通 所以卖鱼或者是卖骨的生意 做得都不是很好 也因为他个人的脾气不怪 经常跟邻居起冲突 但也不至于动手动脚的 不过为什么 这一桩房屋交易的纠纷 会让初秋华起了杀机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我在台北市延极街上的电梯滑下 附近人来人往商家林立 二十年过去了警务依旧 我在这里的七楼跟顶家 曾经是初秋华的住所 也是让初秋华起了煞念的开端 退休刑警孟庆喜说 他因为经手过初秋华的伤害案件 认识了初秋华 从军旅生涯退下的初秋华 个性很直 喜好分明 孟庆喜说 初秋华领友战时受甜症 家中有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弟弟 初秋华的弟弟身体不好 退伍后的他 扛下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于是他开水族馆 养熬犬来支应生活费 中午非常久 他弟弟是糖尿病 身体非常不好 早晚要打胰岛素 都是初秋华帮他打 还要做饭给他吃 初秋华 他就楼下店面开卖鱼 他自己给狗吃蛋 吃鸡头 白米饭 他自己有时候 我去看他或者干嘛 他自己就泡碗面吃 好像就是生意都不好 都没赚钱 孟清喜说 曾经有小学生 到初秋华开的水族馆 要买两条小鱼 到学校做实验 但初秋华 说不卖就不卖 小朋友刚刚买一条两条 不卖 我这次就是卖两的 你要买就买一两 几两 我不卖一只两只的 我还欠他 我就送他两只也好 或者就卖他两只 拿个十块钱 你也有点钱 我就本来就 这一两多少钱的 我为什么卖 哪里卖一只两只的 重点我不要本钱 不给杀价 不够圆融 初秋华说一不二的孤僻性格 让他连卖鱼养狗都赚不了钱 连跟邻居的关系也不好 跟邻居起冲突 衍生伤害案件 他也宁可服刑不和解 案发前一年 初秋华的弟弟因故身亡 让他的性格也变得更不批骗鸡了 想说他军旅退下来 还有父亲跟兄弟 还可以再过个几年的生存 他爸爸跟他弟弟的死 对他的内心冲击是蛮大的 他一直闷闷不乐 于是初秋华决定卖掉房子 他委托黄姓房仲帮忙 却卖出了杀鸡 因为他当初黄在卖给他房子 他跟他谈的时候是说 我顶楼不要卖 顶楼因为他要住 讲的也是他的根 他爸爸留下来给他 至少我没有离开这边 但是我只是在顶楼 他说我只有一个人 那也就是不要流离失所了 我长年青春 所以奉献给国家 那我现在有年纪的退下来 然后至少让我 有个安身立命的出所在 听他所讲的是说 当初他们有口头上的大意 但是这些约定 都没有写在合约书里头 那可能也不了解 我卖七楼 那你顶楼加盖的部分是属于 部署金的都是属于 成购屋主的权利 买卖成立了 结果屋主反悔了 说你要搬走 他说不是啊 那时候他要讲好了嘛 但是摊开买卖区来讲的话 他是站不住讲的 无法证明的口头约定 初秋华输了官司 拜祝之后就要搬你 顶夹的这个部分 有时候他就没地方住了 所以他就很气 初本身他又认为说 你皇拿了我的佣金 又拿了买组的佣金 中介他帮他房子多卖的 你拿我的房子 你跟我讲卖八百 就你卖一千 多卖了那么多 最起码你要分嘛 不满双方的口头约定 对方反悔 又质疑仲介 从中赚取价差 违约抽取佣金 初秋华心中积医院健身 没想到他的妹妹 又提出了要分房产 父亲跟弟弟还有房子买卖的事情 他妹妹这边好像也有争取分配 有一些伤账补助费 有一些什么保险那些 嫁出去的 凭什么再回来给我分的 这个只是留下来让我度晚年 初秋华说 弟弟生前没人照顾 死后才说要来分家产 观念传统的他 那能接受 如果说在世的时候 你都有积极地在照顾 在照料 他也不会吝啬说 给这个妹妹 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嘛 你在生的时候认为就是说 我这是嫁出去的人 所以就不管我死 那是你的事情 然后死的时候 我要回来福林北 跟我是出家的人 所以他心理上的疙瘩就很深了 于是初秋华 透过世校同学灵性男子 帮忙带买枪支子弹 这是他准备要来 报复房仲跟妹妹的工具 却没想到 连认识30年的同学 也来扯他后腿 你当初卖30万 就要给我30颗子弹的 那你怎么 你钱也收费 你才给我7颗 也是一直要要的 也要不到啊 他又就是想不开说 社会上的人怎么是这样子 不老实就算了 然后又骗他 然后家人又这样子对待他 他就说 反正他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说得不满 不顺遂 慢慢激在初初华的心头 那一天他约出了 黄姓房仲跟现任屋主 他带着刀跟枪要做个了结 屋主跟房仲一个都不许逃 哪里知道枪是打的 他才以必杀手机的机会 用刀子直接扣掉他 扣掉他之后他才发现说 那两个女生不见 那我回过头来 我一定要找你卖枪的人 你也是骗我 那结果你这把枪到现在 居然是不能用的 杀害了房仲后 初初华越想越气 他到桃园要找世校同学 要问清楚 你子弹都少给了 怎么连枪都激发不了 其实他很没有想要杀他 他只是问他说 我们这么熟 你知道我兄弟受的委屈跟苦 那你为什么又苦上加苦 他本来只是想问他 枪的部分或怎么样 但是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 也是看不起他 因为初初华都认为人家看不起他 连认识三十年的同学 都这样对他 这口气要初初华怎么咽得下去 对方又刺激他 所以他干脆就是又把他通掉 他那种说 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做坏事的人要受到应有的承课 在台湾健安史上 被判处最多死刑的是这个人 他叫做吴兴华 从1981年开始释出犯案 一直到1987年落网 在短短的七年时间之内 他一共杀害了14条人命 而且他的犯案手法 一次比一次还要凶狠 被害人最后的下场 几乎都是一刀封喉 有请察曾经这么形容过他 在五步之内 吴兴华他的刀 都比你的枪要快 我是一个卖枪的人 然后我跟李立娟 我错号叫雍贝 李立娟叫永嫂 我们要提供枪借卖给他 雍贝阿雍瑟要卖枪的消息 马上传了出去 等待的时间 一分一秒都是忐忑 吴兴华会上当吗 然后我透过一个中间人 他真的来了 而且我头发很长 然后呢 臂长脚的整个嘴巴红 红不隆不隆的 所以他被我唬过去了 但吴兴华也不是省流的灯 他也怕是警察涉局 突然他拉开了外套 他马上就把衣服拉开来 身上都插满他的剪刀 甚至还有手榴弹 林副来看这个眼都傻了 回头我就是全都把我们击倒了 然后很快突然就过来支援 但是当我们他是没有住 但是他被我击倒以后 手马上要去拿他的刀 他身上带了两把刀 还有司机把的飞镳 还有司机把的飞镳 涉及十多件重大刑案的吴兴华 昨天晚上十点 在38名刑警的微博下 在桃园市南华街太子饭店 301房内束手就擒 吴兴华一共杀害了14个人 但是警方认为真实的数字 恐怕不止如此 而最终法官判了他十个死刑 就创下了司法记录 而在判决定验之后 没多久就要执行死刑了 但是没有想到 在刑场连续开了四枪 就打在吴兴华他的左胸口 却发现他还没有断气 现场的气氛 一度相当的诡异 一个年轻拔警先开第一枪 那这位收容人 一枪开下去之后 当场有爱好惨叫声 年轻拔警这个时候 有一点被吓到 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 后面那位老拔警 资深拔警 就上前给他补一枪 他也是这样子不是射击 是近距离补那个子弹 是因为年轻的拔警 已经有点受到惊吓 对 开不下去了 吴兴华怎么还有气息 所有人全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连法医也想不到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再仔细下去停 才发觉 竟然还有心跳声 想不到他的心脏 非常非常偏右 在第四枪隔了一个小时 才补上第五枪 才因此断气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湾起事录 我顺便想 我们才回来 欢迎收看台湾起事录 我顺便想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五一次 请到订阅人数 突破了一百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指使 我们会更加努力